而在臺北市松山機場捷運站 竟然傳出有人偷東西 而今年七月的時候 是有一名女子搭機返臺 在免稅店 他就買了一支 價值大概是三千多元的洋酒 那麼他在搭捷運的時候 卻遺留在加值機前 這個時候有一名男子發現之後 竟然就上前把這個禮盒站為己用 警方之後貨報就調閱了監視器 把人逮捕歸案 晚上七點多 一名白衣女子 帶著大包小包站在加值機前 整理物品 確認都在其後 隨即行李一拉快不離開 但沒想到一個黑色盒子 硬生生的從他手上掉了出來 留在機台先方 五分鐘後 一名白衣男子鬼鬼祟祟 拖著行李四處徘徊 似乎看上加值機前的遺失物 他先等到黑衣男子 購票完畢之後 隨即拷了上去 先是故作鎮定 站在盒子旁邊 接著手腳俐落 直接把物品拿走 時機走位現場當時餘姓嫌犯 搭機返台在捷運站 加值機前看見遺失物品 但他不是拿給警察 反而占為己有 偷捷運洋酒 發生在七月九號 台北市松山機場捷運站 一名被害女子 從中國搭機返台 入境之前在扁稅店 購買價格約三千元的 洋酒禮盒當辦首禮 但他忘記帶走 就返回南部住家 這時一名餘姓男子 發現遺失物 確認無人拿取後 先用行李箱 折笔攝影機 趁戲直接順手牽揚 被害女子事後發現東西不見 立刻報案 警方第一時間調閱監視器 鎖定顯犯特徵 立刻通知對方 導案說明 根據捷警隊統計 從今年一月到八月 報案最多的就是 侵占已失物 高達八十多件 第二名及第三名 則是行騷擾和偷拍 再來才是傷害案件 總共超過兩百六十件 警方提醒 一旦發現遺失物 一定要通知 展務員前來處理 如果任營侵占 最高將處以一萬五千元罰金 得不償失 記者王中軍魏林彥 台報道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五位 全TER 洞 一位 最高 一位 從 到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